同学好,我们看到107学测第一题 给定相依两点AB 试问空间中能使三角形PAB成为一正三角形的所有点P所成的集合 从第一句话可以知道 AB线段常固定 三角形PAB是一个正三角形 所以P点到AB线段的距离 也就是正三角形的高 也是固定的 如果题目是问在平面上的话 同学应该可以很快知道 这样的P点会有两个 但若是在空间中 我们可以想象呢 正三角形PAB 我们以直线AB当转轴 可以这样把三角形转一圈 所以可以想象一下这样P点的动点的轨迹呢 在空间中会是一个圆 所以我们答案选D 在空间中会是一个圆形PAB